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的来提升我们心灵的真善美 要跟大家报告 佛光山已经开山四十多年 家世心育大师在1967年 为了办教育 培养人才 弘扬佛陀正法 经过了四十多年 大师以人间佛教 把传统的一种 寺院的一种形态 不离佛陀慈悲智慧的精神 而结合呢 我们现代呢 各个寺院的弘法功能 大家都与我目共睹 而且 大师也不仅在寺院 讲座 课图 他也在台北国务纪念馆 讲演了三十年 在香港 湘江呢 讲座了二十年 各位如果有去呢 看大师历年的讲座 就了解我们大师 非常的 有对佛法的一种善巧方便 每一年的讲题 不管是主题 或者是呈现给文法者的 一种感受 都有所不同 那我今天呢 会以人间菩提啊 人间菩提啊 其实我们不就在生活 在这个人间嘛 在世间 菩提就是绝的意思 我们就是藉由今天的讲座内容 让我们的心灵 更加的认识世间 然后慢慢的朝佛陀 他的境界来迈进 那么每一件事情 都有他的缘起 主要是呢 感念古德他们过去修行 把心中慈悲智慧 化作生命 对佛法的一种领悟啊 那么留下了很宝贵的诗迹 那我这次特别呢 选入了大师在多年前 所著作的两本心灵说记 大师呢 把古德的祭颂 每一首都做深入浅出的解说 大概有500字 到700字左右 那我看到古德这些祭颂啊 不仅是啊 诗迹 寄予非常的美 又充满的生命的一种人生智慧 那大师又解释的这么好 书静静的摆在那里 不会讲话 我们现在看到呢 小孩子非常的喜欢看卡通片 哇 用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一种 绘画啦 或者是主要是他的内容 他的剧情 非常的生动 富有一种教育性 那佛教的一种祭颂 其实古德 过去他们在弘法 他就已经看到 诶 祭颂 很容易记住 像佛法有金律论 三藏 那么佛陀有为了散巧方便说法 有十二种说法的方式 称为十二分教 或是十二步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重诵 就是把经文 诶 我们读过了 哇 长篇大论 那我到底要如何抓到重点 像我们在诵 妙法莲华经的第二十五品 浦门品 观世音菩萨浦门品 我们常在诵 佛教徒都在找课 都在唱诵 那浦门品诵完后面 不是都有记诵吗 世尊妙相聚我今从问彼 佛子何因缘 名为观世音 当然也曾经有人把它唱成 佛教的歌曲 是的 我为了希望能够把古德的佛教师祭 还有大师 精辟的解说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呢 生活上都拥有 古德还有大师 要送给我们最好的佛法礼物 以及呢 穿上一件美丽的 音服的衣服 衣裳 所以我们除了了解古德的诗迹 我们如果还不明白 可以从解说中更加的了解 古德诗迹 在启发我们什么 人间谱就是世间觉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如何 过着自在的生活 身在五欲红尘 却能够不为五欲六成所影响 境界所传 你说八风吹不动 这样你就能够断坐紫金脸 好像莲花出污尼也不懒 那么讲到世间觉佛陀就是一位 大策大悟的觉者 所以佛陀出生 出家 修行 成道 度众生 皆在人间 也可以说佛陀是一位自觉 觉他的人间佛陀 佛为人而说 所以刚才讲说大师提倡人间佛教 就是要把佛陀所发现的真理 大师用人间佛教 还有特别鼓励我们 可以透过身做好事 口说好话 心存好念 然后布施菩萨的一种慈悲 我要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那就能够达到家庭和顺 人我和尽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也可以说人间佛教 我们只要能够 行山好 修饰给 就能够建设 这四合 我想 今天透过这些 一手手的佛教诗迹 一定可以带给我们人生很多的启示 好 那么第一首十修歌 各位应该我们来念一下好吗 一修仁我不计较 二修彼此不比较 三修处事有礼貌 四修见人要为下 五修思亏不要紧 六修待人要厚道 七修心内无烦恼 八修口中多说好 九修所教接君子 十修大家成佛道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大师的十修歌 其实非常的浅显易懂 但是我们要做到 却不是那么容易 这十修歌呢 是处理复杂人系关系 最好的方法 像我们和人相处 大师要我们不要计较 不要比较 这个主要就是代表 我们要一颗包容宽大的心量 大师说有容乃大 甚至于大师还说 一个人你的心量有多大 你的成就就有多大 甚至你的格局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人生的境界 如何自己去创造这种大格局 像佛光山 我刚才讲发展了四十多年 而目前已经全球五大洲 有两百多间的道场 那么国际佛光会 也在1992年 在美国呢 成立世界总会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 在大陆无锡的开幕 而在台北闭幕 这个就是我们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所承办的 那么也在分别的在大陆 在台湾各有好多场的论文发表 我想这个都在写历史 特别是在多年前我们是不敢想 因为我们办这一次的佛教论坛 是以两岸对等的方式 所以我想我们台湾如何能够跟大陆能够和谐 因为同文同种 那如何能够大家团结起来 好好的来弘扬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的悠久的中华文化 那么刚才讲到说 我们待人处事要不计较不比较 其实刚说有容乃大 就如同大师送给我们的威德福派 这一句春联 他的意思是可以相通的 所谓威德无海 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威德 哇这个法师法相庄严 相貌堂堂 非常有威德 就是你要有道德 你除了呢 你非常的勇猛精进 你更要有道德 这样你的福 就能够像大海这样的宽广 也可以说我们有巴布隆宽大的心量 我们就自然就如同大师送给我们这一句春联 威德福派这样的一个内容 再来对人有礼貌要微笑 我刚才讲工作信条给人欢喜 微笑吧 哎呀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你有微笑你都不用涂抹化妆品 那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笑容 笑是最好的 忍我的一种相处 好 那么音乐 更是拉近你我彼此的距离 多年前的我带泛拜团去海外弘法 记得到欧洲去 哇 一场泛拜唱完 台下的 听泛拜的那些欧洲人士啊 西方国家 他们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 但是他们感受到 具有慈悲智慧的泛拜的一种 宗教情操的那种音乐 我们唱到最后一曲要结束了 他们站起来鼓掌 还喊安口安口 啊 所以我们又多唱了几首 你看他们听不懂 他却能从音乐感受到欢喜 所以给人欢喜 我们自己 当然心中也很欢喜 你要欢喜你才不可以给人欢喜 好 所以这个给是菩萨 的一种啊 慈悲的表现啊 那么中国呢 这个是理智邦啊 所以说对人要有礼貌 礼多人不怪 礼尚往来 总是去找朋友啊 送上一份礼 大师又讲到 要学吃亏 要厚道 大师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啊 有时候呢 别人吃我们一点亏 我们跟他结缘绝缘嘛 吃亏就是占便宜嘛 那为人要厚道 这样我们就会善缘好运多了 此外呢 常说赞美好话 普贤菩萨 十大院里面有所谓 礼敬诸佛啊 除了礼拜 我们要礼敬诸佛 还有我们要称赞如来 你看我们在念 佛共修啦 我们在诵经 我们都在赞美啊 你看哦 我们人人都是 每一层都是未来佛 不仅是呢 向佛来学习 我们在礼佛 在诵经 就是向佛学习 但是各位 佛陀说人人都有佛性啊 那我们如何能够从大师的实修歌里面 来体会我们心中 也有跟佛一样的 无二无别 就是一样的 清净的佛性 就是有佛的智慧慈悲啊 所以大师希望 我们能够借由实修歌 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生命 也把这个好的 其实实修歌就是要我们实践三好 把这些好的善美的 清净的 也是每个人想要的 幸福美满的 这些好的佛法 把它散播开来 让我们的人间充满温暖 多结交君子朋友 其实可以跟刚常说 赞为好话结合起来 我们呢 过去呢 佛教经典就有 一位常不清菩萨 他看每个人 都看到他未来可以成佛 所以他不会 轻易的去啊 轻蔓别人 甚至于向他呢 助理 感谢 对方 所以我想 常不清菩萨 也是我们 可以来学习的 好 既然实修歌呢 这么好 啊 我们呢 来听一听 究竟 是如何 为这一首歌呢 穿上 美丽的 音符衣裳 这首是佛门的鼓调 大家如果旋律 熟悉啊 熟悉啊 可以跟着唱 音符衣裳 简直人 封疸 无休思愧不要 记忆留休爱仍要够高 记忆几美无烦恼 把休口中落所好 长久久说交接君子 死修大家成佛道 若是人能能持久佛过 尽不得交遥 后面会有一段开始 大家也可以眼睛可以闭下来休息 我们在社会中不可能离开群体而独自生活 因此在群体里 该如何与人相处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首死修歌给了我们最好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和人相处不计较不比较 对人有礼貌要微笑 学吃亏要厚道 常说赞美好话 多结交君子朋友 如果可以做到这几点 那么不仅自己没烦恼 也能和大家共存佛道 所谓人臣及佛臣 就在这首死修歌里了 生活中有死修歌陪伴我们 他就是我们最好的佛法的朋友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首 第二首呢 是以退为尽 我想这一首 各位平常应该 常常在佛学里面 书的里面都有看到 手把清央擦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四向前 那么这一首祭送呢 是唐朝布袋和尚呢 所写的 他是五代粮食的僧人 那么四传呢 他呢 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那布袋和尚呢 顾名思义啊 他就是常常拿着一支助战 然后撑着一个布袋 那么看到呢 人呢 就化缘 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啊 都把它放到布袋里面 那么古德呢 有说啊 一波千家饭 孤身万里有 我们看布袋和尚非常的洒脱 可以说呢 从一波千家饭 孤身万里有 就是布袋和尚一生的写照 那布袋和尚 其实呢 在景的传灯录啊 有记载 布袋和尚他的身材呢 非常的肥胖 那么眉皱 腹部很大 所以 既然呢 世人传说他是这个弥勒佛啊 布袋和尚 你看我们佛光山的陀山门 就供奉着弥勒菩萨 我们在灾堂 也供奉 这个弥勒菩萨 而且 弥勒佛是 当来下身佛 在佛经记载 大概是在五十六亿万年之后 弥勒菩萨 就会来人间 然后成佛 据说呢 那时候啊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啊 大地呢 这个万物生长 还有 我过去曾经在经文的看过 他说 众生的排泄物 他大地会自然的裂开 那就居住真的埋起来 就是很微妙的 一些殊胜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愿 这个 多多的来呢 这个 实践啊 弥勒菩萨的一种笑口常开 当然 给人的欢喜 大度能容 这些都是弥勒菩萨很好的一种学习 当然 目前呢 他在啊 这个 兜率内院 未来如果想要到那里去 当然就有他修行的法门 当然也有人想要去极乐世界 基本上呢 我想 只要我们相应弥勒菩萨 我们就可以去寻求修行的法门 那么 布袋和尚呢 他呢 常常啊 能够啊 为人指示呢 一种 吉凶啊 甚至于呢 他也能够预知 什么时候下雨 那么到最后呢 他呢 在某一天啊 三月 就要释现了这个 涅槃啊 那么在玉林寺的东廊下呢 就端坐在盘石上 然后就说了一首祭语 然后就作话了 他说 弥勒真弥勒 分身千百亿 识识识人啊 他就在开识人啊 但是识人字不是啊 就是被他开导的人 他却不认识 所以我们现在在传唱的古德诗记 还有大师为我们解说的 祭诵的这些法 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去体会一番 解说 向前的人生是半个世界 退后的人生也是半个世界 好 那么这首祭诵 要我们六根清静方圍道 诶 你看农伏啊 安平乐道 他手把心秧插满天 低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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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天了 映在水里面了 低头便见水中天 你看 一步一步往后退 诶 你看好像呢 修行人 你看他心中都没有其他的妄念 他只有专注在擦种子秧苗 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努力的耕耘 好像佛教的正经浸 没有妄想杂念 终于把一块 这个田的种好 所以如农夫擦秧退步 便能擦好秧苗 所以你看农夫啊 都要靠自己啊 很辛苦啊 所以 我们说啊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佛已经露灭两千多年了 我们如果能够依戒病会 来洗灭贪嗔痴 就能够 开显我们心中的智慧慈悲啊 所以凡事要靠自己 除了有善知识来引导 我过去呢 常常啊 看到小朋友 就会跟小菩萨呢 讲一首蝸牛的故事 这边有小朋友吗 举手一下在哪里 有没有 哦 哇你们今天赚到了 我要跟你们讲一只小蝸牛的故事 话说呢有一天啊 小蝸牛啊 就是问妈妈 因为蝸牛 背上啊背了一个很硬很重的壳 他好辛苦 因为辛苦啊 他心中啊就啊 这个有所问啊 他就问妈妈 哎呀妈妈 我们为什么生下来啊 身体就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啊 好辛苦哦 妈妈就说 因为我们身体啊 软软的啊 如果没有这个壳 那用什么来保护呢 但是小蝸牛也不是神油的灯哦 他就问了 那为什么 毛虫姐姐 他也没有壳啊 他也能活得很好啊 哎妈妈 也很有智慧 所以现在妈妈都要 这个广学啊 我们的道场有办社区大学 人间大学 大家都要去补修学分 当了小蝸牛啊 问妈妈 为什么啊 毛虫这个姐姐 他不用渴啊 活得很好啊 妈妈就说 因为 毛虫姐姐 他长大会 会 翅膀 会啊 伸出来 然后就飞到天空 妈妈就说 天空会保护他 哎 哎 那小蝸牛 又在问啊 那为什么丘迷弟弟 他也没有渴啊 他可以活得很好 妈妈就说啊 因为丘迷弟弟 他会钻到泥土 大地会保护他 所以他不用渴 那小蝸牛啊 终于问不下去了 他就 跟妈妈花牢烧 哎呀妈妈 我们怎么办呢 好辛苦哦 妈妈就说 没关系 我们不用靠天 我们也不用靠地 我们靠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小菩萨 我们在家里 你看小时候啊 妈妈会引导我们 来哦 拉着我们 在学走路的时候啊 我就会跌倒 那时候还不会 妈妈妈妈 你看他靠自己走 哇终于会走了 还有 我过去在佛学院啊 佛光山有佛学院 也欢迎了我们在座的 有缘人啊 介绍呢 青年朋友 未婚的 只要满18岁到35岁 都欢迎到佛光山 赌佛学院 都不用缴学杂费 每个月还有零用金 可以呢 作为生活的一种 这个消费啊 当然在 佛门 吃啊 住啊 这些都不用啊 我想 顶多只有 买一些教科书啦 或是买一些 这个日用品啊 那 学佛能够培养我们的知见 学佛不一定要出家 只是告诉大家 佛光山有佛学院 那么刚才讲到啊 这个小瓜牛啊 妈妈便利他 要靠自己 那么小菩萨 我们呢 小时候在家里 父母亲呢 教导我们做人处事 送到学校 就是要我们学习 很多的知识啊 本职学能 老师传道受业解惑 也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啊 我们每天要早点起床 赶快啊 把人洗干净啊 赶快 妈妈这个准备便当 现在学校都有荧阳午餐 妈妈父母亲最辛苦 那佛光山也有 除了办佛学院 也有办社会教育 你看我们 这个南投埔里 有军头国民中小学 台东 这个日光寺的对面 有军医国民中小学 环境都好得不得了 我就在想 我们过去小时候啊 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环境没有那么好 还有那个时候 二三十年前 台湾哪有像现代佛教 发展的这么好 还有什么皈依的 还有教我们要如何认识 释迦牟尼佛 过去呢 两千多年间 出生了在 降旦了在 加皮罗魏国是一位太子 过去台湾都神佛不分 那因为有这四十多年来 特别是我们大师 提倡人间佛教 把佛教慢慢的 具体化了 佛法身三宝 你看如何把它彰显 各位过去皈依 都会有一本小册子 应该现在也有 还有一本皈依三宝的意义 所以我们了解佛教 过去我们安家顶 这样 公阿玛放 观音菩萨放 神主摘摇也放 到底我要拜哪一尊 我都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 大师呢 非常善巧方便 他说哎呀如何呢 佛教的佛菩萨 如何跟一些呢 其他的神道教 这些神像区分 他大师就说 哎呀神像的佛 就长得好床好床 然后呢 佛菩萨的脸呢 都非常的庄严 像佛光三 你看法师都年轻化 很重要的 佛教需要青年 所以我们呢 正在传颂古德的诗迹 了解大师的开示 我们要好好的 靠自己 那么刚才讲到说 手把清央擦满天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围道 退步原来四向前 那么这一首呢 我一样是用佛门鼓调 大家听看看 如果你有参加 三十戏念 战佛记 阿弥陀佛 神经 就四个标 我们听看看 待会各位听到 等会儿 在踩 担担的声 在造型 然后感觉小鸟 好像就是在田园风光 感觉户外 走把清余擦满天 一口眼间随重点 有根清清发味道 恢复远来时向前 一样会一段开始 拿去看看 蓝天白云下 一细细绿油油的稻田里 农夫弯腰低头 轻轻地将一把把青秧 插到水田中 这样的田园风光 蕴藏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 水中天如同镜子一样 低头时 能看到水面飘样的蓝天 也能应照自己 修行就像这水中 静止的反光制造 靠自觉 置物 使本性清澈可见 不被外面的六层所污染 实时保持自信的清静 就是道 就是修行 农夫 插阳 步步 往后退 退到田边时 满田的妖鸟也擦好了 以退为进 会让不完全是消极 反而是荆棘的转进 会一步海阔天空 反而可获得更大的成功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首 心无闲事 哇 这一首各位就更熟悉了 好 内容是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 两风 冬有 若无闲时 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们人间音缘也有唱过一首叫好自在 我们年轻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呢 因为人间音缘做了这一首非常的有节奏 他是这样唱的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两风 冬有雪 若无闲时 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一首呢 是我自己创作的 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 然后再来了解这一首到底在为我们启示什么 若无闲时 若无闲时挂心头 若无闲时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祢无闲时节 祢无闲时挂心头 春夏秋冬,世纪分明的交替,就像我们生老病死的过程,假如我们能将生老病死的无偿,荣辱得失的好坏,都不挂在心上,那就是人间最好的时节了。 人并不是因为拥有良田广向,名利与爱情就能快乐满足的,真正的快乐是逍遥自在,无所挂碍,若有人我的挂碍,就会有百般的计较,心事烦恼也就逐渐的增加, 那最后感到压力重重,想一想,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宋朝无门会开禅师,为我们留下这么宝贵的诗迹,那么会开禅师呢,他在世间的寿命是78岁,特别是他呢,为禅宗啊,留下一部无门关, 他收集了很多禅宗的公案,把它汇编起来,也可以说呢,很大的贡献,接下来心无闲事,解说,无论外境是好是坏,只要心好,就是我们心要慈悲啊,这样我们就会有很多善的果, 我们心头不挂碍,是非的事,因为,是非事啊,每一天啊,这个这个啊,都会有,那我们如何能够透过佛法,慈悲包容,多一份呢,宽量的心,我想,自然我们看待人事物,都能够从好处来着想, 所以,重新开始,才能感受到,人间的好时节,那么讲到慈悲啊,我就想到呢,过去佛陀,曾经呢,为佛弟子, 开示说法,那讲到慈悲,佛陀为了彰显,慈悲,的一种前因后果, 那么他呢,就分别呢,找两位弟子呢,去跟一位妇人呢,化人一桶水, 结果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佛陀呢, 呃,就呢,先呢, 找呢,欧南,欧南是多文第一,佛陀所到之处, 都是欧南呢,在跟随在旁当侍者, 所以他是,呃,跟随佛陀, 呃,时间呢,最多, 也听佛说法,呃,最多,记忆最多的, 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都加一个如是无闻, 意思就是, 这是我,欧南, 阿南尊贞的,亲自听闻佛陀, 所, 感情的, 欧南亲自听闻佛说的, 也就是说,这个经是佛亲自说的,佛说的, 那么,佛陀呢,要欧南,呃, 佛陀就在某个村落, 的附近, 大概三里外的地方呢, 在说法, 那佛陀就要欧南去, 呃,欧南, 我们现在需要用水啊, 你呢,现在就去,呃, 这个距离这边呢,说法出三里, 远的地方, 那边正好有一个妇人, 在那井里取水, 你去跟他花园一桶水, 欧南想, 平常我行脚脱坡啊, 花园容易啊, 哎呀, 应该这趟去啊, 一定能够啊, 很快的花园到水, 来回来给大家用, 当欧南到了, 那个妇人呢, 呃, 提水的井边, 哎, 妇人看到欧南来了, 啊, 欧南就很谦虚的, 恭敬的, 哎, 某某老菩萨, 这个, 你能不能, 呃, 给我一点水啊, 我是出家人啊, 啊, 想跟你换一桶水, 哇, 这个妇人呢, 看到欧南啊, 诸位, 欧南啊, 据说有三十相, 佛三十二相, 欧南是很庄严, 那为什么妇人看到出家人, 欧南这么庄严, 他对欧南并没有好意, 没有好感, 他看到欧南, 欧南跟他换水, 他说, 不可以, 这个井里面的水, 这个村庄里面的人用, 怎么可以给你呢, 你赶快走吧, 欧南呢, 还是希望, 妇人能够给他水, 他又再次的, 恳求, 哎呀,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水, 我们这个僧团里面需要了, 同门师兄需要喝水, 妇人还是坚持, 不肯给, 欧南只有平衡摸的, 就要回去, 没办法, 好, 那回到佛陀, 说法处, 欧南就把这个事情, 始末因缘, 他去见妇人的结果, 因缘呢, 告诉佛陀, 佛陀就, 我知道了, 好, 现在就换, 摄利佛, 你去, 哎, 欧南, 当然心中会想啊, 为什么我去花园不到佛陀, 为什么又要找摄利福去呢, 那不是空费草劫钱吗, 难道, 摄利福会花园到水吗, 哎, 摄利福很快就去了, 哎, 很快就到了, 走了三里远的路, 哇, 看到这个妇人啊, 两个遇到了, 好像如见固有, 啊, 妇人就很快的, 童子从井里取了水, 提了水, 就赶快倒给摄利福, 摄利福好高兴, 他要准备要回去了,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哎, 稍等, 稍等, 我这里还有吃的, 你也带回去, 哎, 为什么呢, 才这么多啊, 回到佛陀说法地方, 像摄利福一样, 跟佛陀报告, 如何如何, 哎, 讲在摄利福的口里, 听在佛陀的耳里, 想在欧南的心里, 欧南心里, 哎, 那怎么会这样子, 哎, 欧南就向佛陀啊, 来, 问啊,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 去做同样一件事情, 却有不同的结果, 佛陀就开始讲, 在过去, 很久, 很久的过去, 我们知道过去啊, 这个书生啊, 这个商人啊, 这些要去经商啊, 这些, 或是要去考状元, 附近赶考, 他们都要走, 跋涉, 爬涉呢, 跋涉呢, 很长远的路啊, 慢慢这个黄沙慢慢了, 尘土飞扬了, 那么刚好有一团了, 经商的也有书生, 路过了一条的尘土飞扬的, 一条啊, 这个啊, 泥土的路啊, 哎, 就有一位书生啊, 哎, 走着走着, 哎, 为什么路边有一只死老鼠, 啊, 新鲜的哦, 刚是刚往生的, 刚死不久, 应该应该那个, 魂魂魄还在附近徘徊, 啊, 书生啊, 看到那只死老鼠, 你不把它埋, 也就算了, 那你又心生恶心, 哎呀, 鼻子捏着, 好恶心, 就赶快快步走过去, 就这样过了, 哎, 后面接着, 是一位商人, 商人的看到这只死老鼠, 哎呀, 于心不忍, 怎么在大太阳下曝晒啊, 哎呀, 他呢, 将心比心呢, 啊, 赶快就用手棚的一局土, 把老鼠盖起来, 埋起来, 那就过去了, 啊, 那, 佛陀讲到这里, 哎, 就开始讲, 欧南, 你知道, 我刚才讲到故事, 那个书生是谁吗, 就是过去的你, 因为你对那个老鼠, 啊, 生起焉悟心, 而那只老鼠, 就是那一位, 距离我们这边三里远, 正在提水, 使用的那一位妇人, 因为你心生不好的念头, 又跟他结这个三, 恶缘啊, 所以你看, 花园不到水, 而呢, 大家, 听到这里就知道, 那个伤人, 就是舍利佛, 佛都这样说, 因为, 舍利佛在过去, 是伤人, 而他跟妇人结下这个善缘, 慈悲嘛, 所以他就感得了, 今天, 这样的一个善果, 所以, 佛教里面, 有一首因果祭啊, 所言不虚, 他说, 夹死百千劫, 所作也不亡, 因缘惠玉死, 果报还至受, 所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下面记住什么, 不是不报, 是实诚未到, 那佛教呢, 讲三世因果, 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有的时候, 我们今生感觉, 哎呀, 我做得很好啊, 我做人很好啊, 我平生啊, 是怎么, 我的孝心女孩, 那我生意过, 啊, 变成呢, 那再来离开人间啊, 哎呀, 他有过去的因果啊, 所以, 我们下火跟没下火, 就差在这, 有下火, 就看下会开, 没下火, 就会够到, 够到塞, 所以, 大师要我们石修哥, 不计价, 不比较,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刚才呢, 心如贤事啊, 希望呢, 听完了这一首古德的祭送啊, 应该, 给我们, 很好的甘露灌顶, 你看, 平常我们在皈依, 我们都要甘露灌顶, 密宗也要帮你什么, 加持灌顶, 那我们今天这个法, 诸供养, 法供养, 法供养为罪, 就是最殊胜的, 感谢观看,